狗狗君 啊 吉拉川 就 就 啊 我覺得我對他有點失禮 什麼哪裡失禮啊 他是宣傳的 真是不好意思 到底一排夢怎麼活過來的 我不太能明白 他大概30歲就要洗色了吧 我餵你我餵你 沒有我餵你就好了 我餵你我餵你 沒有重視讓我來就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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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我們做出神機料理 哈囉大家好我是希希 不是不是 我今天是喜多川海夢 北川馬林 今天呢 狗狗君子要來我家吃飯 所以我準備好 要來做一個我超級喜歡的 納豆炸雞香腸炒飯 那我們現在就去買食材吧 Go 好那接下來就要來我們的料理時間囉 首先我們要來穿一下我們的 手工圍裙 難道是五條同學嗎 這麼快 好我趕快去開門 誒五條同學 誒五條同學 你怎麼這麼早來 我還沒有做好誒 那門先關上好了 誒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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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進來做 我們先進來做 歡迎玄子 哈囉大家好我是玄子 今天是五條新菜 有建於最近五條新菜同學呢 就是幫我做了很多衣服 很爆肝 那所以我決定要來幫他補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還原這個料理 炒飯 香腸 有三根喔 炸雞 全臉買的納豆 有吃過納豆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對 動畫裡面很常見耶 就是關於納豆 看起來是很好吃但是 好吧我相信它應該是好吃的 好我們首先我們來到這個主體 炒飯 主體 炒商就買得到的東西 我問妳有算過這樣一餐要花多少錢 誒 我們剛剛買這些就267塊 其實蠻貴的 好好好 旁邊都是飯粒的 對不起 廚藝零分 還把它弄回去 不能浪費啊 每一個都是營養 這個有點長 那妳要切嗎 要 等一下再出來了好美味 它有點過於不舒服 彈性很好耶 我覺得我對它有點濕力 怎麼哪裡濕力啊 是生產 來 但是不好意思 我要 對 下次 你嚇不了手 好彈忍喔 好彈忍喔 我調均 技術真好 它感覺很柔軟 對啊 我今天都是處在相信妳的立場上 覺得它應該是好吃的 今天過後我就會被封鎖這樣 我覺得它已經看不到飯了耶 好多 哇 沒事 你看妳也是這樣 哈哈哈哈 他瞄準 我們可以不要放這個東西嗎 這才是精華啊 五條同學 它有附兩個醬耶 那個什麼 昏布醬跟這個 這是什麼芥末嗎 應該是芥末 它是這樣子的耶 啊 等一下 你看你看你看 它本體要出現了 真的 啊 啊 真的會這樣子耶 我能聞到味道了 你聞到了嗎 它 它有點像壞掉的東西啊 所以我全部都倒進去了 全倒全倒 它給多少 我們就用多少 不能浪費 啊 有了有了 啊 看來我最近學廚藝課是有點用了 這不是只攪拌的嗎 哈哈哈哈 都是充滿了我對五條同學的愛 這時候回去好 哈哈哈哈 欸 等一下 要淋下來了 這一瞬間要好好記錄一下 跳 好喔 來喔 要有那個大廚的感覺 大廚是怎樣 對對對 對對對 喔 喔 摩西樓 完成 完成 有種很尷尬的跟心虛的感覺 大雞淋掉了 所以跟納豆沒關係 是冷掉的關係 哈哈哈哈 納豆超快 啊 喔 是絲呢 嗯 嗯 好鹹喔 它好鹹 哈哈哈哈 是納豆鹹還是炒飯鹹 納豆 納豆 這邊都是絲 你好在做法 哈哈 跟你想像中的 其實滿好吃的耶 真的嗎 其實我想像中好吃很多耶 你以為會很難吃 嗯 嗯 我覺得這幾張太 超很鹹 到底一排夢怎麼活過來的 嗯 我不太能明白 它大概30歲就要洗腎吧 哈哈 我有個方法可以讓你變好吃 這樣的東西 要加什麼會變更好吃 因為我覺得剛剛都是鹹 但是沒有其他的味道這樣 對 所以它需要一點番茄醬 我來吃一個魔法 我覺得會變難吃耶 所以你現在是要化膜嗎 對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番茄醬包來畫盤 哈哈哈哈 我們 小資族的魔法 哈哈哈哈 我擠不出笑容 然後再一包 啊 啊 對不起 它變成一個很 開心的嘴巴 啊耶 我覺得看起來很驚悚 我現在在冒冷汗了 哈哈哈哈 來 各位一起唸喔 おいしくなれ おいしくなれ 萌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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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變更難吃了 欸 等一下 萌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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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餵你 我餵你 沒有 我餵你就好了 我餵你 我餵你 沒有 這可是讓我來就好了 欸 五條同學 好可怕喔 欸 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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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好吃囉 好 其實滿好吃的 真的嗎 因為它真的多了一個味道 就感覺很有層次這樣 是不是 完蛋 我們做出神機料理 可是這好像不是一般人 跟健康的味道 好啦 其實我還是有準備 比較好吃的東西 就是這個 海夢發過現實的 芒果優格跟咖啡牛奶 然後其實基本 它原本是現成的就是優格 然後上面有那個芒果醬 但因為我們找不到 所以我們就是 買了這兩個東西 我們就來助喝 你喜歡吃甜點嗎 喜歡 好甜 怎麼了 你的鼻子 好甜 其實兩樣東西 健康程度是有的 好吃 可是剛剛那個過鹹 這個過甜 海夢真的30歲喜剩 糖尿病 我覺得我剩不太行了 今天的企劃還OK嗎 我覺得蠻成功的啦 至少光那個 剛剛那個好吃的那個 我覺得蠻驚為天人的 蠻驚為天人的 蠻驚為天人的 因為我們就是帶著那個 陷入為主的觀念 就覺得它一定很難吃 就覺得它一定很難吃 你看辣豆已經不太OK 它發現這樣還能吃嗎 還真的能吃 欸真的可以耶 大家可以自己 就是去炒飯就可以做囉 這是非常簡單又美味的 日式小料理 還是因為真的是剛剛 因為有濕魔法的關係 所以變好吃 這個肯定是有的 感覺到那個 感覺到那個 那瞬間真的有差耶 魔力是不是 如果你加會員的話 就那個西西 西西幫你濕魔法的影片 今天的就是 企劃算大成功 耶 那非常謝謝選子 來我的頻道FIT 那大家要記得追蹤它 它的粉專跟IG 有很多個 在這裡 不要忘記 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近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